哈囉大家好,我是拉芳糖CheersSugar 好,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加三瑪利歐奧列 對,那就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來逛 汪章心,他是香港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汪章心 好,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囉 好,看一下這邊 都是打六折的鞋子很多耶 雖然有一些款不是很好看 我沒有很喜歡 但是,這個,現在一雙不到五萬塊 就是台幣大概一千三左右而已 對啊,愛伊達鞋款 然後,這邊就是可能比較基本款 然後也都是打六折的 這些都是基本款的 一雙四萬五 可以看一下價格 好,我去Nike的區 Nike的就八折比較多 然後六折比較少一點 但還是有五折的商品 對,那可能折扣特別多的商品啦 就是沒有 就是款式沒那麼優啦,對啊 就是我個人沒有那麼喜歡 就是沒有那麼好看啦 這雙我覺得非常好看 對,白色的,大家應該非常喜歡 可是它看起來應該是女款 而且它打五折 男生也可以吧 那它應該沒有 就是 它看起來就女鞋 沒有男款 對啊 而且這雙很不貴耶 就是雖然它只有打八折 但它也是 價錢非常好 六萬三而已 對,就大概一千六左右吧 台幣一千六左右 算便宜 不用忘了的話,算便宜 然後,看一下這個 VBOX 對,這雙打五折 然後只要三萬四,大概就是 九百塊 不到九百 對 但這雙鞋款 個人沒有很愛啦 就是,覺得它長得奇怪 但它價格我非常喜歡 對 對 然後這雙我就覺得還不錯 黑色 嗯 四萬一 也是非常 漂亮的價格 好便宜喔 對啊 打六折 我們再去別的地方公逛吧 這是我很喜歡的品牌 CAPA 對,然後 這個運動品牌 現在的上衣 也只要三萬三 褲子只要四萬四 對,就是大概一千塊左右 這樣子 對,大家可以看一下 運動褲 然後還有運動上衣 對 CAPA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運動品牌 對,然後我覺得它的鞋子也非常好看 那價格我也覺得非常的優秀 對 這樣 我覺得這雙 就是 個人偏愛 對 我覺得它非常好看 欸,七萬九 七萬九大概 兩千左右 對啊 這是聯名的吧 對啊 這是CAPA的 CAPA的 看一下CAPA聯名的 漫威 CAPA帽子 這是蜘蛛人的 那我剛剛這個紅色是什麼 欸,這個也是蜘蛛人 這裡是蜘蛛人 鋼鐵人 黑色鋼鐵人 這是啥 這也是鋼鐵人 黑色鋼鐵人 它的龍胚頂 就是 呃,長版羽絨衣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這個牌子 我之前蠻喜歡買的 但是 因為我看了很多的 羽絨衣 然後我覺得 就是 好,CAPA的 沒有 款式 沒有特別喜歡 所以我還是買了別款的 外套 我覺得這件非常好看 就是現在非常流行 泰迪熊材質的 就是泰迪熊外套 然後都是要白色 而且這件 價格五萬九 也還好耶 就是大概 一千六、一千七左右耶 我覺得很好看 剛剛在 二館的二樓 繞了一圈 對,然後大家其實可以不用看 因為那邊就是 麥高爾夫的 運動用品類 然後一整圈都是麥高爾夫 雖然有Nike、AIDA 但是 還是麥高爾夫 對,所以 二館的二樓 可以不用逛了 好,我們現在 下樓中 我們在一樓 現在是在二館的 一樓 然後這邊是北聯 我覺得來韓國 一定要買一件 長斑魚龍衣 然後大家來看一下 這邊的價格 對,二十四萬 就是大概七千多塊 原價是四十三萬 所以它已經達五折 非常便宜 對,然後這個材質 感受一下 對 就是我覺得它 就是 我覺得跟一般的材質 也不一樣 它就非常的碰 對,如果一般你可能 買那種五萬塊 七萬塊 就沒有那麼的碰 對 這邊的感覺就是非常好 一轉進去 你就會覺得 很擠很擠 都要砸開了 舒服 其他的也都是 就是這種短斑魚龍衣 就是也非常好看 然後 價格 對,就是 六折或者是五折 我覺得非常便宜 對啊 然後再來 剛剛講的那個 非常流行的 泰迪熊外套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泰迪熊外套 九萬九 大概就是三 快三千塊左右 對 大概原價就是 十一萬八 就是沒有折很多啦 對啊,大概省了 六百塊左右 對啊 但是還是不錯 看一下,就是現在的泰迪熊外套 然後它裡面的材質 其實真的非常的厚 然後如果像 因為 韓國現在的天氣就是 呃 要冷不冷 然後要熱不熱 然後你穿一件 龍培頂長斑魚龍衣出門的話 就是有點太熱 對 然後如果穿這出門的話 真的是剛剛好 現在在Discovery 對 然後看一下這個價格 就是龍培頂長斑魚龍衣的外套 然後 它這個原本 是五十萬 然後現在只賣 就是 十九萬六千 那大概就是 二十萬 大概就是五千六百台幣 對 非常的便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 那它的品質一樣就非常好 原本價值是五十萬 二管跟三管 中間的連通道 對 就是一樓的部分 然後 對 花車區 然後這邊就是 非常多可以減便宜 就是重點嘛 就是在花車 所以如果有想要 快速逛街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先 把這裡 當重點 先逛完再進去 找其他你想要的 就是你的名牌 就是不管 肥臉啊 或是Discovery 之類的 好 好 現在介紹一下 Spider 對 就是在韓國 價格都比較高的 一個品牌 Spider 對 那這邊也是有達到 六折 對 然後我覺得它的這個運動品牌 非常好看 對 然後看一下鞋子 我一直很想買 但是就是太貴 這雙 我覺得非常好看 尤其是Spider它的那個 Logo 對啊 就是 這一雙給看一下 我覺得它Logo非常好看 所以就是 其實蠻想買 但是就是太貴 對啊 你有看過這個牌子嗎 Spider Nerdy 這邊也有 哦 而且 就是 這一兩年很紅的 Nerdy 這個潮牌 然後這個外套 紫色的 一定要紫色的 對 一定要紫色的 就是運動服 這一套 然後 對啊 它就是兩條線 然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現在很紅 很吵 而且一定要買紫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路上真的很多人穿 這一款也是 非常紅 對 材質非常好 然後非常紅 它是兩面穿 看一下 兩面穿 另外一面穿 另外一面穿 對 還有其他顏色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 就一般羽絨衣 就會看到這樣 一折一折一折 毛毛蟲的感覺 就是另外一面就沒有 而且它現在打五折 超便宜的 原本三十萬 現在只要十五萬 我覺得這件很好看 這件白色 這顏色很好看 八萬三的褲子 大概兩千台幣 它這個外套不知道 可能也是八萬左右 外套九萬四 大概兩千三兩千四 真的是蠻好看 就是居家運動 出門都還蠻OK的 那底草牌 Vila區 對 就是韓國Vila 莫名其妙的 非常便宜 對就是 又紅又便宜 對 我兩個的鞋子都是Vila 對 所以我覺得來韓國 一定要逛Vila 對 Vila一定要買一雙回去 好 那就是今天Outlet逛得差不多 那 真的 推薦大家一定要來這個Outlet逛一下 那 可能 影片裡面沒有介紹到非常多的東西 那 因為在韓國 這個Outlet裡面 就是 集合了非常多 有的沒的名牌 然後有些我根本念不出來 根本沒看過 莫名其妙的牌子 也都在這邊都有 都會出現 所以那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該怎麼介紹 對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 來逛一下 真的很便宜 對 女生的服裝也很厚 對 很漂亮 主要就是一館都是婦女區域 就是婦女館 一館的三樓 它是西裝的區域 然後再來就是二館 二館跟三館都是運動品牌比較多 對 主要年輕人的話都要去這邊逛就對了 那 介紹一下 二館的三樓 它有那個賣鞋子那邊 就是 集合很多運動品牌的 它那邊的價格真的非常的便宜 屋折非常多 對啊 那再來就是三館 三館就是 主要逛一下地下室 然後一樓有 UNIQLO 那二樓的話就是 又是 又是女生的東西了 對啊 然後有八秒這個牌子 三樓也就是 都男生的東西 就是上班的風格 男生類型的 還有嘻哈 嘻哈風格 對 然後四樓 有ABC 剛剛我們剛 ABC罵 跟什麼 喔 潮牌Nerdy 對嗎 在四樓 對對對 本來就是大概 重點整理一下 給大家 那有自己喜歡的牌子的話 可以自己來這邊看一下 因為這太多的牌子 是我沒見過 對啊 上他的網站就可以看到 傳播的品牌有什麼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支 合作的影片 會在方張欣的頻道 要過來看喔 對 那這影片是講打工度假的 今天的OLED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你喜歡我的影片 並且訂閱我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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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